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香港保安局局长PK强 刚刚引用了23条 对英国流亡人士 罗冠聪、刘祖笛、郑文杰 蒙绍达、蔡明达、霍家智六人 进行一些针对措施 实施一些针对措施之制 德国之星刚刚新鲜滚热辣 出了一个帮罗冠聪做的专访 这个专访我刚刚看完 是否有些巧合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完这个访问之后 我就觉得很值得把文字版 虽然也很长 转为一个声音版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访问 其实就是 我想很多香港人 都仍然会 到今天都会很想念罗冠聪 如果香港是一个家的时候 我想罗冠聪也是我们的一个家人 甚至很多人都会 当作他是一个香港的儿子 这几年他都流亡在海外 如果他仍然留在香港的时候 我想他今天都应该是在肉中 如无意外 所以我觉得这个访问 其实是做给很多香港人 看 但是因为今天 香港的媒体的闭室 也不可能会提及到这个专访 也不是很多人会看 德国之星 所以可能会失去这个 很值得大家去看的访问 这个访问 我觉得很深入地去 否判罗冠聪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如果是很想念罗冠聪 也可能是透过这个访问 可以知道 这几年他在英国的生活 他的心态调整会是怎样的 这个都可以在这个访问里面看到 所以我就尝试一下 把这个访问的文字版 用我的声音去演绎出来 希望大家有些懒看字 不喜欢看文字 也可以当听收音机 去听这个专访 好像要听收音机 那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访问 让大家去理解一下 去感受一下罗冠聪这几年流亡的生活的心境 其实也是可能透过这个访问 也都会了解一下 这几年离散了 特别是流亡的香港人 一些可能共通的心境 这个访问 这个访问就由一位叫做 周中汉的德国之声的记者 就是帮罗冠聪做的 这位记者就一开手就问罗冠聪 罗冠聪说 罗冠聪说 当然在这几年 也有很多变化 不管是在香港的政治状况 还有因为香港政治状况 惡化对我造成的一些影响 这些都是在过去四年 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 我已经算是一个挺幸运的人了 能够离开香港 我们看到初选案 不认罪的那十几个被告 也都被定罪了 此刻我只是在想 如果我没有离开香港 结局应该都是一样 因为我当时也有参与初选案 也都被政府认为某程度上 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 所以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 无论香港政府屡次的通缉 虽然有很多的滋扰 但是再次看到香港的状况 会觉得自己相对已经比较算是幸运了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 能够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 对于很多人来说 流亡是一个很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但是我的对照是 香港还在坐牢的朋友 有些已经坐牢超过三年了 有些可能我们看到他的刑期 是十年或者以上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算是比较幸运 所以我经常都在说 没有什么很抱怨 即使是遇到很多的困难 还是会想要为香港和这些朋友 为香港民主运动做一些努力 那记者继续问罗冠聪 他说面对现在的状况 应该要如何让香港的朋友 继续打气加油 罗冠聪就说 打气加油 现在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所以跟他们说多少 都很难令到他们觉得 我们是感同身受 或者跟他们面对同样的困难 和这些困难 而且比如说 在监狱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已经在里面超过三年 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当中的环境 很多的朋友 都是有足够的意志 和见人去面对这些困难 他们想要听到的 不是一种你要跟他们说 替他们加油 而是希望大家在外面的生活 也都要有意义 活得要有价值 所以我持续做我擅长的事情 持续做香港议题 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支持和安慰 所以我会从这方面 去鼓励自己 跟这个社群 为他们多走一步 记者再问罗冠聪 你有稍微提到 他们一些人在育中的状况 不是那么好 你自己曾经也都在香港的育中 待过两个月 了解里面的情况 你担心的事情 今天你担心的事情 会是什么呢 罗冠聪就这么说 他说我在2017年 坐牢的两三个月 感受到的事情 和今天 其他的政治法面对的 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在2017年 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香港 我们是在说 2019年反送中运动前 国安法立法前 23条立法前 这些都改变了 香港整个政治气候和制度 从而也都会改变到 政治犯在监狱里面的待遇和变化 在2017年 监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很不想让我们看到任何监狱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将我们当成一个受保护动物 这样去处理 虽然也都会觉得 对我们来说可能很严格 但是也都不会去到2019年之后 今天那种需要采取法律以外的 的惩处方法 但到现在你会看到的 很多政治犯在里面 其实是压着无性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 受到很多的压力 来自国安署或者是其他的压力 要他们不能够跟外界讲话 不能够发布任何的公开讯息 要他们跟普来大众切割 所以你会看到 有很多人的社交媒体都已经取消 或者已经很久都没有更新 或者更新也都只是说 哪个生日 见过哪个等等 这些琐碎的事情 另外也都听过很多 譬如在里面 即使要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回归 你大概知道监狱里面的规矩 你去到三千多百项 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会违反 就是有些人去分享一个巧克力 有些人去跟其他的囚友 有身体的接触 譬如说 握手 勇普 他们都会被单独囚 或者我听过一些更糟糕的 就是有人被针对 有人被攻击 这些都是我在监狱时候没有发生过 因为政治情况改变了 如果你看回我在大概2018年出的那本《青春无悔过书》 当中所知道监狱的那一面 在香港此时此刻已经不能够作太多的参考了 这个也都会让我觉得是某一种幸运吧 我在2017年违反了非法集结的案 接着判了八个月 我服刑了三个月 就上诉出来了 但是类似的案件到现在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暴动案 可能要三到五年 或者甚至是一个国安法的案 可能要去到五年或者以上 或者去到十年 我在一个不一样的时空参与了政治运动 做了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受到的惩处是相对比较轻的 记者继续问这个罗冠聪 他说这些工作上必是非常孤独 而且很难有什么的成就感 因为你看看香港今天状况只是越来越恶化 后来23条都立了 现在的香港政府或者北京 希望香港走的方向已经达到了他们想要的事情 那你在英国其实可以如何继续去做 为香港做工作呢? 罗冠聪就说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避免的 人生的追求是有很多痛苦是需要经过的 就比如我们以前读高中 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痛苦的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为了达成某一个目的 而你愿意去承受那些压力和痛苦 对我来说今天都是 香港民主运动是一个很长期 而且很折磨人的过程 因为我们好像在一个七黑的隧道里面 一直去跑 一直跌低 一直受伤 但是其实前路的隧道 尽头的光明是好像一直都没有进来 很多在台湾的前辈也都曾经面对过这些问题 在台湾争取民主化的时期 也都经历过一段好像黑暗无光的日子 那现在的状况 也是香港人正正在面对着 但是即使它是一个很没有成就感 很孤独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人对于信念追求 就是要经历这些这样的时间 这些这样的挑战 如果你对信念的追求 你觉得一路都会很平坦 很幸福 很快乐 很多成就感 那你就是一个真正很幸运的人 找到你想要的 要做的事情 而做的事情的道路 是这么平坦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生的追求 是会遇到很多波折困难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我和香港人 需要勇气去共同面对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如何去平衡心理的压力和需求 那人有其他的需求 譬如说 也都需要有成就感 也都有时需要愉悦 有时会需要快乐 那可能我的方法就是 我会很专注于一些 我有兴趣去做的事情 和一些我的爱好 我会花很多时间去踢球 花很多时间去想想 如何去踢得好一些 想做好每一个的动作 做好每一个的全球 做好每一个的射门 人生的满足感 也都可以从这些 比较小的事情里面 累积起来 当我们为了某一个目标 去耕耘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无法全盘地去拥有的 你不能够再做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又很想要去避开折磨和苦难 想要每一步都得到愉悦 但是就以一个比较平衡的人生来说 还是要有其他的地方去支撑着你 这些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刻 记者问罗冠聪 不如说说你在英国的生活 本来今天我都看到你想说 会不会有什么保镖 或者是有没有人在保护你 因为你最近也有一个案件 说在香港的经贸办里面 有些人可能涉及到包含监控你 和其他一些在英国的香港社运的人士 但是你刚才的意思是 你没有觉得自己身在危险之中 已经有一个追踪你的人死在公园里面 罗冠聪这么说 他说我的安全问题 在离开香港之后 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于我来说 要如何在安全和倡议活动 做一个平衡 一直都是一个挑战 比如说我在来到英国之后 身边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说 不要去公开的活动 要小心被人跟踪 但是如果你不去参与这些活动 不去公开路面 不去跟群众去互动 倡议工作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拿到平衡 过了一阵我就发现 当然真的会有些朋友会面对 比如说被跟踪 被发现 被滋扰 但是我就是相信我自己的观察 和自己对于环境的掌控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 不是那么安全 我才会不去理他 真的安全是已经有一些急降了 我会或者是一些线索是 告诉我 现在我属身是一个 不是那么安全的环境 我才会再去寻求帮助 而现在的确是有一些帮助的渠道 和政府会有一些联系 和警方也会有一些联系 所以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会跟着感觉和直觉 觉得安全就去做 不安全就不去做 记者问罗冠聪 他说 这宗伦敦的经贸办事件 爆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感到惊讶呢? 罗冠聪就说 我惊讶的话 都是惊讶香港政府为什么这么愚蠢 就是某一种无能的体验 要聘请一些人 去跟踪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他觉得需要跟踪的人 这个很明显是违法 是不公义的 但是他们 还要用香港经贸办的户口出售 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预计到 会有这些状况发生 但是你就是没有想到 原来是可以这么愚蠢的 近乎是一个闹剧 一个喜剧 就是我们看周星馳电影 都会发生的桥段 德国之声问罗冠聪 他说 你也曾经说过 他们是想拍照 跟着你拍照 但是拍出来的人 竟然不是你 是的 他说 我试过某一些 找到一些证据 大家在网络上也有流传过 有一个他们聘请的调查员 说是要跟踪罗冠聪 然后在一个集会上拍照 发现 照片里面 那个人竟然不是我 当然这个案子 是会引起 我们这些流亡的运动者 或者其他人的人身安全 会想起会可能有问题 但是某程度上 也都折射了另一个的现实 就是在这个政治挂岁 完全用政治忠诚 去衡量能力的状态之下 这个政府里面 是不会有人才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所在说的 可能是经贸办的三把手 他要处理风险这么高的 一系列的运作的时候 但是他仍然都会用WhatsApp 去传达资讯 将所有的东西 用一个很简陋的方法 方式去记录和处理 还是用香港政府的户口去出售 就是我作为一个完全不知道 这些事情 如何运作的人 我都觉得 是不是应该要隐密一些 或者更加像一些特务机关 会用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些金钱的来往 去发放这些讯息 所以就着这些事情 我只是觉得很可笑 就是香港政府的无能 在近乎一个闹剧的这件事 显露无谓 记者继续问罗冠聪 这样的话 会不会让你会变得太过放松了呢? 因为过去我们都见到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 他们可能在其他的国家被绑架回国 或者是用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 想办法让他们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受審 罗冠聪就这么说 他说我是可以放松的 我已经做了能力范围以内 可以保障自己安全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国家我是不会去 有些地方我是会小心一点 我知道个人生活要比较低调一点 我也不会公开我的行程 即使要去某些地方想要打个卡 我都会打完卡两天之后才公布 我还会有一些个人在日常 会遵守的一些小规矩 会让自己去安全一些 但是我不想要让这种恐惧 去影响到我的工作和我日常的生活 其实某一种程度来说 如果你因为这样去限制了自己 也是今天香港政府希望得到的效果 所以就是要让你去投鼠忌器 让你去因为害怕而不去做某一些事情 能够帮助香港民主运动的事情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 说来说去 都是跟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我要自己去拿到那个平衡 记者问罗冠聪 他说你觉不觉得 在保护这些香港来的 香港社运人士方面 英国政府做得足不足够呢 罗冠聪这样回答 他说我对于他们私底下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资讯 我不太清楚 他们是否有发现到有些什么的威胁 然后就已经将他们抹除了 但是对我来说 他们的确是可以做得更好 有些沟通的工作 有些热线 有些他们可能可以更主动 去在这个社群里面 尝试去接触不同的人 去了解状况 但是其实我来英国四年 我没有感受到 真是很不安全的时刻 在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 还是可以的 可能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是不知道的 记者问罗冠聪 去年 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很多的变化 包括了你变成了通缉犯 被圆红一百万元 到后来 其实国安也都将你的家人捉了去盘问 这些事情 其实你早前的时候都回应过 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变化 就是你二哥在网络上传出跟你断绝关系 他说他和妈妈只是想在香港保持平静的生活 你当时没有太多的回应 这一连串的事件 可能都给你非常大的压力和愧疚感 是不是 罗冠聪这样回答 他说作为一个通缉犯 我在离开香港的时候 香港政府一直都说我是一个通缉犯 但是 他又一直都没有公布我究竟犯了什么法律 或者我违反了什么行为的详情 直到去年2023年 才把我违反了什么写出来 也写得很牵强 非常无稽的指控 然后之后就滋扰我以前的同事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已经被迫要做出一些反应 对我来说 当然会有很大的愧疚感 我正在做一些我认为是公义 和跟正义的事情 但是很多因为这些负面的后果 是要你身边的人去承担 我是相当之感到不舒服 这些当然是一个对我来说 很难受很痛苦的现实 我要想的事情就是 在两者当中能够 找不找到一个平衡呢? 我能够做一些事情 去综合这些伤害吗? 我之后很多的行为和回应 都是希望去做 都是随着这个方向去处理 所以很多事情 我都未必能够回应 回应也都不是一件好事 要怎样去让这些事情 有这么大的空间 去往好的方向去处理 亦都是我必须要盘算和计划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能够说太多 可能对整个状况 如果我说太多 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记者问罗冠聪 他说 看过你本《青春无悔过书》 第一个chapter 你就是讲家 你提到家里面很传统 你的家里很传统 也都说家里面 在家里面吃一顿饭 带给你安心的感觉 我书里面也有提到你和妈妈的合照 也都看到一些过去的采访 也都可以看到你妈妈在你坐牢的时候去探你 一直很支持你 到后来去年十一月 你家人跟你说要断绝关系的时候 有些人说 感觉好像香港已经回到文革的年代 这些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很残忍呢 罗冠聪这样回答 他说 今天香港是一个很糟糕的年代 特征就是要你做很多困难的选择 我们活在一个所有选择都是坏的选择的时代 那你必须要去平衡需求和各种的恶 才能够在这个时代继续活下去 我可以选择些什么都不能够说不能够做 可能他们对我家人的滋扰可以小一点 我也都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不理 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用一个正气想念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对我家人带来的伤害 我也都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这些全部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过去四年 我只能够持续地重复又重复去做不同的抉择 我在《青春无悔》过书当中 也都写过我对家人的一些愧疚 对于我寻找一个安定 跟寻找一个可以让我感到安全的空间的一个需求 而这种迷惘跟寻找在离开香港后变得更加强烈 他的冲突 他对于我带来的各种困扰 是变得更加强烈 因为已经离开家很远了 根已经拔了起来 所以要做更加困难和复杂的决定 德国之声的记者继续问罗冠冲 他说 你生得很像你妈妈 一个普通的香港妈妈支持自己的儿子 然后现在面临着这样的状况 罗冠冲就说 是啊,他经历了很多 我妈妈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他其实都是一个很市井很基层的妈妈 我们一家人都是从公共屋村长大 他很不容易 我小时候他打几份工 病了第二天都要赶着上班 有时候没有办法工作 因为受伤的关系 我们需要政府的援助 面对过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坚韧 那种坚强的形象是 是经历过去锻炼出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的问题 不是一句坚强就可以解决 你收入减少 那我们就吃少一点 如果病了 明天要上班 那你就多吃几粒药 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 多摆一张皮 出一身汗就可以第二天上班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的问题 不是个人能力可以解决的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妈妈必然会跟我一样 有很多迷茫 和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尤其是她在某程度上 是跌入了这种状态 不是自愿走进去 我是自愿走进去 我妈妈不是 当然我要面对的 一些困难和挑战 可能是我进去这种状态之前 我都未必会知道 但是她是 我妈妈是被跌入去这种状态 所以会有更多 因为这种被迫的感觉 会有更多情绪上的反应 所以她其实是比我更加辛苦 记者继续问罗冠冲 他说 你在英国接下来的 这几年努力的目标 会是什么呢 罗冠冲就说 在我离开香港的四年里 香港的政治状况 已经变得很快 对于海外社群 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政治状况 是变得越来越威权 对于海外人士 不管是我们这些 已经流亡的运动者 或者是移民逃离香港的人 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移民到英国 你想要子女有更好的教育 想要能够自由地发声 但是可能 你在香港还有家人 需要回香港 如果好像现在23条 有很多海外的监控 你去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比如说某一些六四的活动 你都会去想想 我参与这些活动之后 回到香港会不会有危险呢 很多香港人 在这一两年都会经历这些思考 从而会影响他们在海外社群的参与 我们这几年也都有这种观察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一直我们都有声援香港政治的活动 但是同时也都做一些社区 和文化的活动 就是我们自己的组织 也都办了很多英国最大的 比如文化节 一些电影放映的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几年 可能在未来会继续持续做的事情 但对于我们来说 我自己也都是在一个三十三十一岁 一个很多人在寻找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年纪 我自己也都在想 未来怎么去持续发展参与的工作的同时 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可以做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个人层面所需要思考的事情 记者问罗冠聪 那你想做的其他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不是仍然是政治参与 或者是你可能会想做一个很平凡的人 在英国生活 工作 上班 下班 有没有可能呢 罗冠聪说 对我来说 两个都有可能 就好像比如说 持续地做政治工作 跟回到一个比较低调 比较漫长的生活状态 还有可能的 但是就是要看 这个社群的发展 跟自己能够承担的部分 和我的位置会在哪里 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少问题 或者我的心理上有没有问题 或者我和其他很多不同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个个人的决定 就是你能够承担多少 你能够承受多少 觉得自己在什么的位置 才能够有利于整个社群的发展 对我来说 我一直有一种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历史人物 我就是一个在历史场合当中 一个过渡的人物 你不是一个梟雄吗 这个德国之星的记者问 罗冠聪 罗冠聪说我不是笑红 我不是那个电影 最后大银幕登 出来领涵主演的那个 不是我 我可能是里面一个小角色 但是 就是在历史某一个 很重要的转折时期 出来冲删在下场面的人 我没有那种非要降一番大事不可的那种宏愿 记者继续问罗冠聪 你这样会不会令到一些追随你的人 听到会觉得失望 很多民主的前辈说 我看到这个罗冠聪 本来看到他很温顺 结果一直往前冲 但是你现在说自己只是一个过场的人物 会不会太过可惜呢 罗冠聪这样回答 他说第一 这个过场很久 香港的民主运动 如何过渡到现在 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子 又有什么其他的领袖 和比较高调的人物会出来 这些都是一个历史上的迷团 第二就是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应该所谓追随某一个人的状态 但是大家为了同一个信念出来 出发 我做的只是去做好我自己的技能 我的经验和我的能力 是适合某一个位置 那我就在我有能力的那个范围里面去做事 大家可能会有其他不一样的技能 那大家都应该在其他的方面去发挥 去继续去做事 这个不是一个有一个人 或者没有一个人 就会凋零的运动 大家都是一个在各自的位置和岗位 想要以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运动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这个困扰 不会觉得追随我 甚至崇拜我的人会失望 如果我真的觉得不适合 或者能力不足 当然会有其他人会 站在同一个角色 或者不同的角色 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是用一种很有机的状态 去想现在的状况 我也都会持续自我去观察我的状态 以及跟我自己想要 究竟想要些什么 所以我不会觉得很可惜 当然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以不同的方式去贡献 也有价值 我不会以一种 可能会让很多人 失望的状态 去想自己的未来 记者问罗冠聪 你会觉得现在的香港 已经变得和任何一个中国大陆城市一样吗? 罗冠聪这样回答 当然香港还有他表面上的不同 至少暂时都没有网络长城 至少也可以看到BBC 或者看到德国之星 但实际上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 甚至在政治上 有些地方比中国大陆更加封闭的时期 因为北京不相信香港人的政治 已经完全归顺 在这个状态之下 打压的力度甚至会比中国的城市更强 就譬如这样说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案例 是说国际声援中国的政治犯 越多的关注就越安全 有很多不同的案例都证明了这个理论 但是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就走不通 你更大的关注可能会引来更大的打压 也都譬如说 在中国有一个完全没有法制 他自己也都承认他没有法制的地方 有很多外国的政府可以透过谈判 透过背后的一些游说 让一些政治犯有更好的待遇 甚至可以保安就医 但是今天在香港 就要保持着一种所谓有法制的状态 所谓所有的事情都要法官去判决的状态 即使你知道那些完全就是政治的打压和判决 你也都很难找到一个私力的点 去让香港的政治犯得到更好的待遇和结果 在香港所谓一国两制的遮丑暴之下 会有更多比中国政治更加安装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记者问罗冠聪 所以你就这样的看法你会觉得悲观吗? 民主和专制的对决看来 民主已经越来越虚弱 罗冠聪这样回答 以全球的状态 今天的状态里面的底下 的确是可以得到你所说的结论 但是香港的状态之下 是不是就代表民主跟威权的对抗 民主输了呢? 很难这样去说 因为香港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民主基础的政治 有很多学者这样说 香港过去享有的是一个虚拟的自由 因为权力从来都不在人民的手里面 即使我们经过了一段相对社会比较自由 法治比较健全 有部分民主代表的状态之下 但是真正的权力仍然是掌握在中共的手中 北京就是因而因时制宜 觉得那个时候可以表面上比较开放 从而去说服全世界 但是中国是可能迈向自由化 民主化的状态 他让他才被香港变成一个这样的窗口 去让大家看到 中国某程度上是在学香港的制度 未来可能会想要跟随美国跟随英国的制度 这个就是大概在90年代到2010年之前 中共对于香港政治上的取态 但是这些以上说的东西 都是香港人没有自主命运和权力之下 所赋予的 这个不能忘记的 所以要被中共以任何方式去收回 也可以是一个很快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2019年 2020年所看到的情况 所以 我不觉得香港的状态是民主和威权的抗争 这个很明显是人民对于政权的斗争 而这一次我们是落于下风 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个现实 如何去持续去耕耘 将我们的力量再壮大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社群 现在或者未来要去思考的问题 记者最后问这个罗冠聪 他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的说话 寄予故乡的香港人呢? 罗冠聪和香港人说 可以对未来没有信心的 亦都可以对于现况感到悲观 感到失望 但是香港政治制度 是有可能会有变化的 香港人如何去互相支持 以及如何去建构社会 亦都是可能会有变化的 只是那些变化 我们不是完全能够主动去创造的那些机会 一个大国的崛起和衰落 很多时候都是有很多历史的因素 很多时候就是国际局势的变化 跟他们租高的管理和政策 这些机会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到来的 并不是大家想要他明年出现 他就明年出现的了 还是必须要有很多因素集合在一起 我们才会看到有一些突破口 可以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 在知道状况这么黑暗 形势这么被动 压迫这么强烈的状态之下 我们仍然要保持着一个 看下去没有什么希望的状态之下 等待机会的来临 然后去充实自己 准备好自己的状态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心理状况 我们不需要盲目地说服自己 现况是如何乐观 或者扭曲自己的理解 去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正面的讯息 我们不是要去面对现在残酷的现实 但是也不代表我们要绝望 或者要完全无力 我们在面对这个弘大的改变 和历史的转折之下 其实好好地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不要去想那么多能够改变很大很大的事 从自己一些很小的事情去开始 这样就是一个 在这个困难的时机当中 一种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作为 这个以上就是德国之星和罗冠聪做的一个访问 我想我先等大家去消化一下 我希望可以和大家的分享是值得 我也不希望做太多的注解 我只是很想大家会听一下这一位 大家都已经阔别了他几年 对他的生活未必有很多的了解 或者他的心路历程和四年前五年前的罗冠聪 在罗冠聪的比较会是怎么样呢 大家会不会从他的访问 会看到这位年轻人 更多的成长 更多的成熟呢 那这个 这一条片呢 就 我只是想和大家做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 细微一下罗冠聪的访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